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日本人设计的音量推子的插件 叫做Triple Fader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前两天有朋友问起来 AOM这个品牌它的插件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公司 他们旗下呢有不少很不错的插件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他们的线服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 控制力很好的那种线服的插件 也有一些其他的插件 以后我没有机会去讲 但是呢它前一阵子推出了这个免费的 叫Triple Fader这个插件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很多日本人设计的东西 都是那种功能性特别贴心 感觉好像特别有思考的一些东西 很方便的那些为你的生活增加便利 这个插件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 它就给了你三个推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一二三三个推子 然后一个强度表 这个东西唯一能帮你做的事情 就是调整你这个音轨的增益 但是呢它这个设计呢 却让你觉得特别有用心 每一个推子呢 你都可以给它设计一个叫Range 也就是这个上下推的增减的幅度 比如第一个是30 那就是30个DB 推到上面加30 往下减30 那中间这个是6 这个是1 你可以去改变它 最多的时候一个可以到60 然后呢最低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0.01DB 所以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当你再去跟这个增益较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时候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自己 这个上面的Fader这个推子 最低你可以给它降很低 最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加10 当然你还有内部的这些Clip Gain 或者增益呢 可能正负24个DB 但是呢你拿到的音轨 本身有的时候 录的电频就很低的话 有时候加10不够 你可能要去里面的这个Clip Gain 再去调整 但是它这个推子呢 可以给了你一个 特别特别精细细条的 那么一个功能 你可以随便去定义这三个 它的范围 比如说如果你希望推的多的话 第一个可以给你很高 然后呢中间 然后下面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是一个特别设计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你会觉得特别搞笑 但是呢确实很有用 而且很多时候呢 对于有一些插件来说 比如咱们看到这个U U7A 这是最近Nual的新出的 这款插件 它本身没有一个 Headroom的一个调整 如果你进来的音轨 的声音比较小的话 你需要一个增益的东西呢 去提升它 然后进到这个插件里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放在Input 我需要让这个输入的这个表 差不多在20左右 这个区域 那我现在开始放音乐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Triple Fade的这个表 会告诉我 我的RMS的level是 -20左右 -30 一直在跳 然后我的peak呢 是到-12 我这边的插件上的表呢 显示的是 这个位置 远远不够 我想触发它的音软 这么一个状态 我就可以用这个推子 差不多这个位置 我把音量降下来一些 然后这时候 你可以用第二个 稍微更惊喜地去推 大概齐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插件 去听它的处理的声音 然后我们把它调回 声音衰减 我现在差不多压了 这么多个DB 好 我把音乐恢复成正常的音量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推进更多的 这么微调 然后看到这个插件 能带来什么样的声音 小一点 所以呢 通过这个呢 你可以去对于这些 没有Headroom调整 或者是呢 更偏向于 非线性增益型的插件 你用这个推子 在它之前就可以去 很好的去测试出 大概有什么样的音源 以及调整你的音轨 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你后边 如果跟了一个限服器 这个L2的话 里边是非常多的 细致的功能 但是有些限服器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 这个增益的调整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推子 在前面去调整 用它来去调整 你整个增益 去撞到你的这个 限服里边 比如我们再听一下 我现在位置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希望让它去 碰到的限服 然后开始增加音量 同时产生一些 限服的结果的话 我可以推这个 在这个位置以后呢 你会发现我现在的响度 是这些 有一些 已经有一些消波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第二个 或者第三个 仔细的去调 就是我现在多推了2.8 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你可以用第三个推子 加减1 试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因为在限服很多的时候 到最后你增加 或者减少了一个db 往往给你带来 更多的是音色方面的变化 响度上不会差特别多 往往是说 你是不是多clip了一个db 或者两个db的音量等等 所以呢 通过这三个呢 你可以搭配去使用 从很粗线条到中间 到很细的去调整你的增益 尤其是对于这个 后期做母带处理 或者做最后的限服处理的时候 还是相当有用的 所以说这插件 为什么我说用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干嘛 给你一个三个推子 我有推子了 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插件去代替 但你用起来的时候呢 确实觉得非常贴心 很好用 所以呢 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 这个是免费的 在一些需要特别精细调整增益 或者是尝试的时候呢 还是相当有帮助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赏 拜拜